两岁童剩5公斤饿死 舅舅舍林涅遭起诉 当林涅饿死的两岁男童 瘦小的遗体被抬出 令人不胜唏嘘 这起悲惨的事件 前年11月发生在台北市 你出去那么多天都不会担心小孩的死活吗 男童的妈妈是这名22岁灵性女子 她罹患轻度智能障碍 在北市一家酒店工作 她当年生下儿子后 原本交由住家医的母亲照顾 但母亲因武力抚养 前年8月 由林涅女子的哥哥 将男童带回台北给女子的照顾 但这个舅舅只要男童哭闹 就暴怒殴打 林涅女子有样水样 也会把儿子关厕所处罚 前年11月间 林涅女子又因受不了儿子哭闹 将他关进厕所 和消息男友外出完了两天后才返家 但男童已活活饿死 全区城市在冰冷的厕所地板 死亡时只剩5公斤 台北地检署侦查后 今年1月先因遗弃致死等罪 起诉男童妈妈和消息男友 今年2月再起祸林姓舅舅 虽然他否认虐待 只承认偶尔打手心 但检方连认定 他涉欧大领虐男童 26日依妨害儿童身心发展罪 起诉整名舅舅 动新闻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